原标题,中保钢签太越计划书,就在第二天,美高层语气强硬地宣布领移消息长额四号中国的航天进步,可以说是由目共睹,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,在航天领域我们取得的成就。 那其他国家在感到阴暗以及羡慕,在西方国家都不得前进的时候,中国却在其中逆流而上,打破了不可能,这也让西方一大国立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,抱紧了中国的大腿,目前来看,法国就是第一个。 作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在月球背面登陆的国家,中国不仅在航天领域创造了很多不可能,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空间站,即将于2024年退役,中国空间站即将成为太空中唯一的情况下,西方国家加紧同中国的联系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尽管看起来抱中国大腿的嫌疑很重,法国还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国的研究计划中。 据法新社近日的报道称,中法于3月25日,签署了一份探阅计划一项书。 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主席,让尼夫勒加尔在社交媒体上激动地表示,法国家与中国一同探阅,这是伟大的第一次。 未来,法国将成为越中国空间合作最多的国家。 双方签署文件根据双方签署的意向书我们了解到,法国将参与到中国预计在2023年至2024年实施的长额六号探阅计划当中,他们将在长额六号上擦的,包括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分析仪在内的越15公斤重的设备。 尽管这看起来像是法国,但中国的便车,带着仍然为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流,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在航空航天领域稳定第一的美国人却坐不住了。 在中把两国签署探阅计划一项书的第二天,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国家空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表示,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,必须在五年内,让美国的宇航员重返月球。 美国既然能在上世纪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国家,那么在21世纪首个宋宇航员重返月球的国家,也必须是美国。 美国副总统辞举也将之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LASA定下的,在2028年重返月球的时间直接向前推进了四年。 这不免而让人们产生一种疑问,美国凭什么觉得,它现在有这样的实力,能让原本的计划提前? 就因为曾经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国家,毕竟就连彭斯本人也承认,提前四年确实有些激进了。 美国登月,但更重要的是,在前部交白宫公布的最先预算报道,NASA的经费预算又一次被削紧,这种要想麻不吃草,还有麻好的做法,让很多美国专家都认为,白宫提出的这个要求是得抢人所难。 而根据彭斯在会议上所说的,任务成功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,如果NASA在2025年前还不能登月,那我们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组织,而不是我们的登月任务。 可见这似乎下的是一个死命令了,NASA危险了。 结合目前NASA的状态来看,我们并不知道其能依仗的是什么。 美国的太空顾问,研究和咨询公司Astrelitical负责人劳拉福此刻更是直言,依我来看,彭斯只是画大饼而已。 而NASA首席财务官杰夫德维特也表示,钱并非最终问题,我们更需要多一点时间。 由此来看,如果NASA真的按时完成任务,危险的就是美国宇航员了。 至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